十个症状,有三个就要小心了,一旦脑溢血后,就会给身体造成巨大伤害,轻则半身不随,失与,重则死亡的。 其实,脑血管病在发病前会有很多征兆,但由于症状较轻,很易被人们忽视,特别是对于本身有高血压的人群,下面这是个信号,一定要记住。 一,血绿,这种严重的头晕往往突然发生,看外界的事物有转动感,晃动感,根据每个人的病情不同,症状持续的时间可能不一,有些人万发恶心或者耳鸣。 二,早时间的语言困难和浑身乏力,这种现象往往突然发生,早的时候,一二十秒就可以过去,长的时候,十几分钟乃至数小时才能恢复正常。 恢复之后,患者不留任何后遗症,切记,只是脑瘸血发生的前兆。 三,突然发生剧烈的头痛,如果高血压患者,突然出现严重的头痛,从晕,伴有呕吐,要高度怀疑脑血管疾病,这个时候,应该立即测量一下血压。 即便这种现象在时间内自动消失,也要提高警惕,此现象反复发生多次,患者就可能出现难以挽回和逆转的脑出血。 四,半身麻木,如果常常感觉左右半身麻木,应该考虑脑内小血管是不是出现了问题,如果麻木的同时,出现上肢或者下肢的乏力,情况就更加危急了。 五,突然间忘,如果对从前的事情完全忘记,但是在数小时之后又有所好转,在一旺的时候,内心恐惧促不安,要考虑极限脑血管病发作前兆, 眼前蒙黑,突然疑惑性的眼前蒙黑,或者一只眼睛出现失误不清,看东西模糊,甚至出现重影,这些都是是脑医血的前兆,所以千万不能大意。 七,白天失睡。 一些人在脑医血发病前,都会出现失误的症状,即便是在精神很好的白天,也睡意明显,非常疲惫,睡不够的感觉。 二,经常呛咳,在喝水或者这些的过程中,莫名的出现呛咳,这也是很多人脑医血的前兆。 九,哈欠连天,一些病人还介绍,他们会不分时间,地点缓而挺不精致的打哈欠,其实这正是大脑缺氧的征兆。 神,蛇根发硬,嘴角流口水,突然感觉舌头根不坚异,舌头膨大,说话说不清楚,甚至舌头痛,吞咽困难,突然出现了一侧嘴角流口水。 不能说话或说话含糊不清,身体健康者怎么乏,隐血上,我们把身体健康者对脑梗,脑处中的预防方法,叫做一级预防,那要怎么做呢? 一,坚持体育活动,运动能够扩张血管,使血流加速,并能降低血液粘稠度和血小板的聚集性,减少血栓形成,运动可以促进脂质代谢, 提高血液中高密度质蛋白胆固醇的含量,从而可以预防动脉硬化,经常运动的人患中风的几率明显减少。 二,控制饮食,享受低连每天6克以内,低脂肪和低热量饮食,减普善式模式食物为主,由蔬菜,水果,豆类,鱼,租制大迷糊面的构成的食品中,富含不饱和脂肪酸, 富罗化素,卫生素亦可降低脑促中的风险。 三,戒烟性酒,吸烟者的脑促中风险为不吸烟者的两倍,每天饮酒的义醇含量超过60克时,发生脑促中的危险明显增加,义醇可通过胜高血压,导致血液高瘾胀,心率失常,降低脑血流量到隐形中风。 四,保持良好生活方式,定期进行健康体检,对工作的压力及心理的紧张进行自我调整,努力做到心理平衡,生活规律,经常量血压,测血脂,测血糖,测体重,及早发现危险因素,及早采取防治措施。 五,注意季节保护,寒冷的天气正是脑中风好大季节,血管收缩,血压容易上升,要注意保暖,使身体适应气候变化,还要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,进行一些适宜的体育锻炼,如散步,做广播体操等,以促进血液循环,所有人都能用的预防法,怎样才能避免脑血管崩溃,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呢? 这里推荐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,所有人都能用的预防方法,喝水,睡前喝一杯水,可以进食血液粘稠度,减少心肌梗死,心脚痛,脑血传等出发危险。 对于糖尿病人来说,保持一定的水分,还有利于控制血糖,爬大膝脑血管病,有这一张表,统统都能吃走。 疾病,催健,食物,好处,一,高血压,茄子,可改善微循环,苹果,香蕉,橙子,西兰花等高价食物,甲可促进身体中多余的纳排出,苹果,香蕉,橙子,橘子,柿子。 橘子的色彩鲜明的水果和西兰花,菠菜,芹菜等绿色蔬菜都附含甲元素,菊花茶。 菊花有一株鱼扩张冠状动脉,增加血流量,降低血压,二高血汁,木耳,香菇,可改善之类代谢,降低肝脏中的脂肪和打固醇的含量。 蕎麦,燕麦的含膳食纤维多的食物,蕎麦,燕麦中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,能抑制小肠对胆固醇的吸收,降低胆固醇水平,三,关心病,芹菜,芹菜具有清液解度,利尿消肿,瓶干输壓,预防便利,防癌抗癌等功效。 芹菜的液体有降血压,降血液,防止动脉中样硬化的作用,猕猴桃,柑橘,柠檬和紫皮茄子的富含维生素费的食物,可促进心肌代谢,增加血管韧性,使血管弹性增加。 四,心肌缺血,洋葱,心肌缺血患者每日食用100克洋葱,降血汁作用较好,草麦,可调节心肌功能。 五,动脉中样硬化,香蕉,香蕉,香蕉含有丰富的酱,具有抗动脉中样硬化,降血压,保护心脏的作用。 香蕉还可乱长通便,包住避免用力排便导致的心脑血管意外,眼泪蔬菜,橙子,黄豆到富含液酸的食物,每天补充5毫克液酸,能起到防止动脉中样硬化的作用。 六,内天吃500克绿叶蔬菜,喝一杯豆浆或饮一杯橙汁,可摄取足够的野酸。 六,脑处重,寒美丰富的食物,内可以保护脑细胞不受缺陷后即发损伤的危害。 出蔬菜外,小米,豆类,辣椒干,干蘑菇,冬菇,番茄,海蛋,紫菜,羊桃,桂圆,花生,柯桃圆,芝麻酱到也不含美,海带,紫菜,皮虾米等含变丰富的食物,可以减少胆固醇在动脉病上的沉积。 七,心肌梗死,生大蒜,可降血脂,并有增强纤维蛋白活性和抗血管硬化的作用。 每天吃两三败大蒜,是最好最简易的降压方法。 醋,饭后吃点醋和软化血管。 醋套黑豆对于防高血压,高血质,动脉硬化,关心病,藏鸟病道有一定作用。 醋套发生米,有清热,哭血,开胃等功效,饭,脑腾死,每天一个苹果,能有效保护血管,降低脑处中的发病率。 香菇,能起到降血压,降胆固醇,降血质的作用,又可预防动脉硬化,干硬化,甜菜汁,和降羊酱汁,太纯面,太珍贵了。 记得转发给身边的朋友,大家一起健康养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